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郭大蘭 從今天開始我會錄製一些簡短的視頻 向大家介紹一下我在婚禮攝影的過程當中 經常遇到的一些光線問題 以及我怎麼去解決它 之所以要錄製這些視頻呢 是希望大家能夠透過這些說明比較 能夠理解我在現場操作的時候 到底是解決了哪些問題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網路上看成品的時候 你看不太出來我們到底修正了哪些光線的 光線奇怪的地方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這個段落呢 是我在10月16號的時候 在新竹的美麗姓酒店 所拍攝的一場文定儀式 這張照片是我從二樓往下拍的 它就是一個挑高的格局 看起來是非常不錯的 我們把鏡頭拉開一點點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整個房間的全景 其實非常好看 這個地方有個落地窗 落地窗它有這個自然光灑進來 是非常不錯的一個畫面 但是呢這個光線它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請大家注意看 它這個進來的光線好像是有一點點偏藍的顏色 這個是為什麼呢 你可以仔細看這個現場的環境 它的佈置 這個黃色的窗簾 以及它這個黃色燈泡的佈置 實際上是讓這個整個空間裡面充滿一個暖色調 所以當自然光的白光進來暖色調的空間裡面的時候呢 相對來說它的顏色就會偏冷了 也就是偏藍色 往藍色的地方偏過去 所以這個地方會有一個雙色溫的問題 當然這個問題並不是最嚴重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底下這個地方有一個L型的沙發 等一下我們文定的儀式呢 基本上都是在這個沙發的周圍的區塊進行的 那你可以想像 如果有幾個人坐在這個短沙發的上面的時候呢 它的臉實際上是背對著這個落地窗的光線 所以你可以想像它的吃光是非常不足的 那你千萬不要異想天開的以為 我們可以靠上面這個造型的台燈來幫它補光 這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這個台燈的角度呢 是從由上往下的 而這個光線其實對攝影來說是一個非常具有傷害力的角度 而且它的黃色的燈泡跟後面這個背景的色溫實在是差太遠了 所以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了 實際上這個台燈呢 我在實際上拍攝的時候 我就把它移到了牆壁這個角落這個地方去 讓它不要進來畫面的構圖裡面 因為這個台燈的角度實在是太低了 你如果是水平拍照的話 它會佔據上方的構圖的其中一部分 那我們給大家實際看一下 這個在落地窗旁邊的畫面 其實非常好看的 你看這個新娘她坐在這個落地窗旁邊的時候 這個光線 它最大的優勢 它就是只能用來拍攝側面 可是正面是不行的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新娘她的頭是面對鏡頭的話呢 她這個臉的吃光的程度可能會太少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解決的一個難題 就是第一個是色溫 第二個是這個光筆的問題 這個現場光是絕對不行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鳳茶實際在進行的時候 現在新郎做的這個位置 跟親家母做的位置 就是在這個短沙發上面 也就是背光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後面這個落地窗提供的這個背光 照亮他們的肩膀 照亮他們的髮線 這是非常好看的 但你現在看到這張照片呢 實際上並不是現場光的版本 而是經過我打燈之後呢 這是打燈之後的一個成品 我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現場光的版本來對照一下 就是長這個樣子 你可以看到跟現場光比較起來 我們打了燈之後效果好了非常多 你可以看到這個現場光裡面 它不只是偏藍 而且還帶有一點綠色 這個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玻璃大樓的帷幕 它這個玻璃上面通常都是有貼一些隔熱紙 那隔熱紙的顏色可能是偏綠或是偏藍 現在它這個是偏綠的版本 所以它進來的顏色不只是偏藍 它還帶有一點綠色在裡面 那這個顏色你如果吃自然光的話 那肯定是不能用的 有些人可能會以為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EV值調高就好了 但是並不是這麼簡單的 你就算EV值調高了 你的臉可能它的曝光是正確的 但它背景曝光就過度了 這看起來其實並不是非常的好看 你當然可以去調整它的色溫 那它符合你的需要 可是你不管怎麼調 你都不能避免它這個顏色差異上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要透過閃燈去解決它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遍這個閃燈打下去之後呢 它的差異性 實際上它奉茶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新朗的背部這個地方 還是有一盞比較強的光線 這個打燈的時候呢 其實是我們打了兩盞燈光來彌補這個畫面 來修正這個畫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新朗後面這道光 實際上我調的是比正面這道光 來的強了一倍以上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操作呢 就是因為我們必須打光要符合你現場光的邏輯 比如說你就肉眼已經看到了 背景是一個落地窗 所以如果你的光線 從正面打進來的光線 比落地窗進來的光線還要來的強的話 感覺畫面會變得非常的不自然 所以你在打光的時候 也要想好這個現場光的版本 所以我們在打光的時候 兩邊的光比調整是不太一樣的 當你把所有的燈光都setting好之後 我們就確定了已經解決了這個現場光的 種種的問題之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接下來 在真正縫察的這個階段 畫面基本上就是沒有問題的 你稍微調整一下 把光線挑一下 對比挑一下 第一它色溫的問題解決了 第二它光線對比的問題解決了 所以你看接下來 每一個縫察的畫面 就沒有太大的問題了 好那今天我們就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視頻 如果可能的話呢 如果喜歡的話 也可以在粉絲專頁按個讚 讓我知道大家喜歡這個東西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